卡尔加里人即将从电价飙升中解脱出来 阿尔伯塔省约35%的家庭 其中许多是低收入家庭 下个月的电价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 那些支付受监管利率选择权R的人 将在8月份面临不断上升的违约率 与固定利率相比 这将导致每月平均账单增加115美元 如果阿尔伯塔省公用事业委员会批准 卡尔加里人的NMAX RO将从7月份的27.5美分每千瓦时 上涨到下个月的31.9美分 在埃德蒙顿 AppCore的利率可能高达32.5美分 对于电费来说 这是残酷的一年 尤其是对于卡尔加里人来说 他们支付的是波动的调节费率选项R 但秋季已经带来了一些缓解 更多的电费似乎即将到来 在8月份达到每千瓦时近32美分的峰值后 RO在9月份小幅下降至26美分 然后在10月份再次下降至19美分 尽管如此 这与2020年相比还是相差甚远 当时 RO平均为6.4美分 总理Daniel Smith将今天的问题归咎于其他政府 称这一增长是他认为过早推动清洁能源的结果 公用事业部长承诺 该省正在与行业和利益相关者合作 审查RO并在整个电力系统中确定长期解决方案 以确保电力价格合理 阿尔伯塔省政府最近对受管制费率选项 RO电力消费者实施了临时价格上限 以限制他们在冬季面临的高电费 冬季价格上限限制了 RO提供商向消费者收取的每千瓦时费用 差额将由RO用户在21个月内偿还 该政策旨在确保RO定价在冬季使用量大的月份能够负担得起 在2023年1月、2月和3月 按照RO费率接受服务的客户将不会被收取超过每千瓦时13.5美分的费用 任何超过13.5%价格上限的成本都将推迟到利率下降 并将在2023年4月至2024年12月的21个月内偿还 预计有两个主要因素将推动价格下跌 其中之一是一座新的大型天然气发电厂即将启用 Kineticor的Cascade Power项目最近与阿尔伯塔省的电网相连 这座900兆瓦的发电厂将很快开始发电 位于Essen附近的Cascade工厂将能够满足阿尔伯塔省平均电力需求的8%左右 与此同时卡尔加里士继续审查其当地接入费 该费用与电费挂钩并与电价波动挂钩 根据2023年前8个月的RO和今年剩余时间的估计 卡尔加里今年房主的平均成本为261美元 而莱斯布里奇为140美元 埃德蒙顿为79美元 红路为78美元 卡尔加里的大型商业用户将超过10万美元 而埃德蒙顿和莱斯布里奇的用户为3.4万美元 红路的用户为2.4万美元 卡尔加里去年从这笔费用中获得了近2.26亿美元 比前十年的平均水平增长了76% 今年该公司最初预算从该费用中获得1.17亿美元的收入 但现在预计到年底 实际总额可能达到2.1亿美元 超出收费标准的部分应纳入可负担项目 事情会好起来的 根据远期价格 RO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继续下降 并在2024年和2025年继续下降